擎天柱的六大形态 你最喜欢哪一种 第一种擎天柱塞博坦形态 此时的大柱子一人一气可挡千军万马 一手枪斗术更是让敌人闻风丧胆 在高度还原动画G1造型的图示 老大哥为了给大黄蜂争取时间 一人扛下所有敌军也是尽显王者风范 第二种天火擎天柱 这个状态下的大柱子可谓全面提升 真正的神党杀神 一炮就干脆恒星萃去塔 接着一翼敌二 一招借力打力就将威震天打散 随后更是使出黑火炮星 彻底终结了堕落金刚的生命 第三种欧米加版 这是擎天柱在失去天火套装后的改良版本 全新的武器装备库 飞行的大柱子更是领悟从天而降的长法 一个来回穿梭就斩杀力钻魔 第四种骑士金刚版 这个形态下的大柱子比起领袖 更像一位冲锋陷阵的将军 再配上上古神器星辰剑 如虎天意的擎天柱可谓杀神在世 一剑就将囚与鬼六杀 第五种黑化版 众所周知黑化强一倍 此时的擎天柱可谓无敌的存在 一剑就捅穿两名骑士金刚 即使大黄蜂号称赛博坦五五拍 却还是被擎天柱无情碾压 第六种经典版擎天柱 这是大柱子刚登场时的造型 虽然实力不强 可也在那一年夏天铸造了经典 好大哥的形象 也深深映入观众心中 这也正是我喜欢擎天柱的原因 那么你们更喜欢他哪个形态呢